各位 公司 不好意思喔 的確大家是很多元的一個思考 那我也先對不起就是 我因為公司的關係 所以我到剛剛才趕過來 那不過關於 我自己是處林口揭發石像 剛剛是Q先生的發言 我是有點不太認同 我是這裡的住戶 我手上的土地是良柄 我可以在這邊 我想應該很多的住戶都是這樣 土地是良柄 那我每年繳稅 可是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思考一個問題 當這邊如果開始 即便它是說是臨時停車場好了 你在怎麼樣幹 即便是一千個也不夠 它只會吸引更多其他人往這邊進 那可是我們住在這裡的人會是怎麼樣 我們原本的免費的 這邊的有兩 可能有兩條可以免費停的 而且這個是我們平常其實就有在繳稅喔 可能maybe 我所繳的稅其實都大於那一個停車格喔 有可能喔 可是我卻因為這樣 我原本可以免費停的 我卻因為 這樣的臨時停車場的設置 我沒有辦法免費停了 因為它是必須要收費的 是要收費的 是要收費的 所以這點請大家要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認知就是說 原本 其實我們現在可能有一個 林口街80巷 可能maybe這邊可能大家有單側 可以稍微停一下 然後可能在那個 連應大道 就是我們說的這一個 主持六巷這邊 其實大家也可以稍微 臨時停一下 都是免費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地的居民 因為我們的土地在這裡 我們都有繳稅 大家都還可以免費停 結果就因為 這樣一個臨時停車場的設置 結果它因為要收費 它一定會把免費的給拆掉 那我是怎麼樣 我等於是被剝兩成體 我原本 我就已經有繳稅的 結果我卻我還要再花個停車費 然後我再把它停進去 這是我家的 不是不是 我想是這樣子 大家你很誤會的 現在 現在市政府的話 政策是這樣 就是只要是公有的計畫道路的話 有停車格都會收費 這是一個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計畫到 是計畫道路 但沒有徵收私有土地的話 不畫 那個 汽車停車路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延伸收費的問題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今天開這個 臨時停車範圍 不是說為了要 在你們家的土地上面畫 我先把你的車子趕到這裡來 不是 也就是說 你今天的話 如果說這個計畫道路 是你的計畫道路 政府沒有徵收的話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去畫 那個收費的汽車停車路 八十項是一半 我們私人的 一半公家的 那個八十項 八十項 八十項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的話 其實市府今天在 呃 停車收費上面的話 是 到明年的話 是所有的道路段的話 基本上都要收費 除非說你的土地是 私有的土地為徵收的 才不收費 因為這是我們私人的 對對對 所以說你的問題不會存在 也就是說 如果今天的話 其實它比這個 停車範圍的話 其實如果說這個土地是你的 其實它也不會去 畫紅線 然後把你的車子趕出去 不會 那這會不會列為會議記錄說 那這邊臨時停車上設置之後 我們原本 現在免費停了 也不會給我們撤掉 不會啊 不會撤掉啊 可以啊 可以列會議記錄啊 那停管處啊 其實停管處這邊 這個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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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整個 停車正正的話 聽管處有 來喔 對 各位鄉親喔 聽管處這邊做簡單的說明喔 其實在今年年底之前 都會詮釋公有的 主要是針對公有 就是說 車則上面畫在公有車則 是公有道路的車則 對不對 今年在年底之前 我們會詮釋的路邊停車則都收費 另外剛才大姐這邊提了 私有的部分 就是說就是快遞腳是私地的 都沒有畫有車則的部分 這部分呢 我們這些就是沒有收費的 就是這邊 就是我們受限 現在是不能收費的 以後也沒有收費 至於說 是不是要化歸紅線黃線這邊 也不是說停管處就說了算 這部分會跟 相關的 會跟里長跟相關的鄉親這邊 會做共同的會堪 並不是說我們聽管處說 一定要這邊停車場屁了 以後馬上就要化成黃黃線 這並沒有這個打算 你這樣說 我是覺得 那個保衛一分鐘 因為它這個是臨時的 而閒置的空間 那麼多年 已經對不起我們當地附的地區了 是不是你的收費 不要說七則八則 用個五則六則 對不對 臨時性的 因為已經 耽誤了我們這邊的開發 閒置那邊 對不對 那我希望停管處 是這個庭的專案 因為你這個地方 閒置在那邊 五年都不 我們一直拜託議員來 會堪都沒辦法 那你起碼 讓你家老百姓有感 因為是臨時性的 你在那邊 閒置的占用那邊 已經五年都沒有動了 希望停管處也 可以回去規劃一下 就是在地裡五則 附近三百公尺 六則 可以帶回去 另外 再接三十秒 我們最近會發動連署 就是希望保留完整的公園 保留完整的公園 也拜託大家看一下樓梯的文宣 為了我們自己 大家來連署 好謝謝 我們在最後 請那個副總工程師 我們再次謝謝他 這麼大熱心 謝謝副總工程師 先請我們等下班科的羅特長先講一下 好謝謝各位 好不好意思 對今天這麼天氣 讓大家在這個空間 我想下一次我們保證 我們會借一個比較大的場地 那另外大姐有提到說 對我們未來的公共住宅 其實存有這樣的疑慮 那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的安康平宅 也已經改建完成 已經改建到一個階段 如果各位領民 對我們現在的公共住宅的施工品質 如果有疑慮 歡迎各位來跟里長這邊登記 我們會帶各位去採觀 我們現在已經完工的 讓各位看看新一代的公共住宅的施工品質 那至於說各位有關於 對於公園的完整保留 我這邊大概先檢要說明一下 現在因為是整個廣磁園區 它是變更不是設不利用地 是特定專用區 那各位的那個需求 在特定專用區裡面 我們都會予以規範 那現有留設出來的綠地空間 絕對大於現在各位周邊的林嶺公園 好嗎 以上我先做這樣 謝謝 有一點就是你講的 這個你說安康那邊做這樣子 你說安康的那個建的那個住宅 但是你要考慮到我們這一邊 我們這個松友心存太多 我跟你報告 安康平宅現有的狀況 也是大概四成二的方法 不是啦 要相虎相成啦 你那邊建起來那麼高 我們這邊這樣這樣子太突兀了 還不趁拖 我們現在就是說 後來我們這裡也是要肚床 五十年了 是 把我們考慮到我們這裡五十年了 也是要肚床 肚床起來 跟你現在去的 要相互相成的安歹看到 拜託 連這裡要把我們監處 不要說去那三十年了 你先放那三十年了 好多人在大 我們這裡又去到二十年了 哎 那幾不可能 幾千塊 不是幾千塊 不是幾千塊 拜託 我再補充一下 再給副總做最後終結 就是科長跟副總 當地的聲音 他希望一個完整的公園 因為上一次在會場上 我們政經理 台灣人政經理也提到 我們不要是個零零碎碎的空地 你告訴我們零零碎碎的空地 他兩千八百戶乘以三八千多人 信義驅公所是海撒屋 要搬過來 加上起來還有長照深藏 這些長照的整人加起來一萬多人 一萬多人就整個把那個占完了 他們不是在用心規劃 所以突發局長林中民局長 他是建築師 他只是為一個科市長 再完成他的科工營助長 我一直講過 李登輝實在是用台塘的土地 這邊那麼貴的地方 我是說 你就清一驅公所 你就在那邊公營住宅 我說你們不要翻過來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如果沒有聽當地的聲音 當地會看真的 雖然最後 你們說 他現在規劃為特地轉用區 然後百姓已經被騙得太久了 你們憲法翻過來 要動省就給他動省 要三月區就三月區 要兩百一就兩百一 要四百就四百 市政府永遠就是金阿拉伯 你們例外 那我的意思是說 等一下等一下 他更好 沒有沒有我現在講得好 沒有沒有 我們還是要 我們要尊重來者 來者是客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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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者是客 我們古時後的分禮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雖然我們看證不過柯市長 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拿著拐杖 帶頭衝 你們跟我走 要抓 抓我一個人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說 看證到底會 會讓柯市長 揮頭圖眠 柯市長最怕人家看證到底 他看證到底 他就說 所以 他在台大只照顧十四床 創傷病床 我們是幾萬人 要這樣想 一個台北市是幾萬人 那你是十四床 你這幾年啊 各位 我們很少 來者是客 各位聽我一下 我們來者是客 我們還是給副總統的事 大樂天 我們大家鼓掌 謝謝 我們在那 大家有那個風度 我們出去 也是跟他握手 表示我們風度 抗爭 民主這位抗爭 抗爭到底 來者是客好不好 我們出去不要罵他 要說謝謝你 這樣就表示我的 他按地理會 稍微給他砍一下 好嗎 謝謝 對不對 謝謝你 其實我也很想趕快結束 今天 可是 可是 不是 不是 可是 我今天來最重要的目的 我還沒有 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人規劃的問題 我必須還是要再說 從剛剛的發言 剛剛有人覺得說 這個公園 這個 OK 有人說 你先給我把話交換 慘得平整就OK 是 我 我必須還是要說 我們做這樣的規劃 是因為中間有老數 我必須 我不可能讓車子在那邊動 而且人要在這邊活動 我必須要保留適當的空間 所以我必須最後還是要再問一次 我可以承諾的是說 我在這個範圍 盡可能的增加那個停車位 就是說 我這邊是出 我坦白講 我這邊是出不一百 可是我會在這個範圍裡面 在不影響動線 不影響樹的狀況下 我盡可能增加 可是我不可能 承諾這邊叫做兩百 除非你們今天都贊成說 這片不要 好 那我回去 我就回去說 你這樣要接我的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民主是以多數 尊重小數 都是人表情 目前聽到 只有一位綠記的 然後有三位以上 提供會的 是嗎 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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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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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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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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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想做 我很想做最後的出現 就是說沒有這件事情 各位聽我一句話 叫發發 我絕對不敢 不是 罵我 原來沒有講話 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 盡量盡歸 各位 各位 因為 我每次選舉都被各位嚇到 我意思是說 他盡量朝著 我意思是說 有些地方盡量能夠規劃 不是盡量 點點人頭 我們有幾樣子 好 告訴你 我不要排隊的情況 讓我滿足這樣就好了 好 另外就是說 等一下 我們今天點點人頭好不好 大家 希望柯政府每個人發一個 一萬塊兩萬塊錢 願意 願不願意 願意 願不願意 我們拿這套一萬塊錢嗎 我要拿錢 我不要錢 一萬塊錢 那個 這樣好不好 我們由副總總結一下 另外 因為他施工 是一點半施工 我們希望大家出席都是 大家發言都是好朋友 不要再入目相看 什麼是一點半施工 他早上八點半 下午一點半 我的人家建議 這麼熱天 一點半沒地方跑 老人家睡覺 有時候 只會延後半個鐘頭 那你收工 收工就是延後半個鐘頭 我的意思是說 讓老人家大熱天沒地方跑 那你後面 你如果 你五點半要結束 你延後半個鐘頭 等一下有地方跑 正中午沒有地方跑 好不好 李長你的意見 我會再下 因為我下次 那個營造場就進來了 那我會再把這件事情反應 到時候這個時間還可以做調整 我們還可以再商量 那我最後是不是做一個總結 其實我不是要引起各位的分析 是我真的是 就發言局今天來講 這是我發言局認為最好的方式 我坦白講 不然我不拿這個東西來 那所以 因為各位有需求 我不可能在那邊 我坦白講 我不可能在那邊承諾200台 就是這麼簡單 可是我可以承諾的是說 我在這樣的一個範圍 我回去再去檢討 我會再去檢討 有沒有可能在不影響這些樹的狀況下面 我盡可能的增加 增加那個停車的數量 這是我今天的 今天的最後的這個建議 好不好 我剛剛就是回去檢討之後 就是盡量增加 那我下一次來的時候 我的營造場已經出來了 我會有更詳細的數量 沒有你那時候已經發包了 就沒得改了 我現在就是擔心你發包 就沒得改 所以以後怎麼弄 我們那議員的那個人 大概發包 有一個想法 我們請議員盡量爭取 你會有副總的群聖 對 你要盯住他發包 你不要發包以後 沒得改了 沒得改了 我告訴你 就不能發包了 我今天一開始就跟各位講說 我們真的很急 我們也很明顯 我們也希望這趕快做完 所以你要體諒我 我有發包的事情 我今天要把這個 做一個最後的確認 那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要其他的意見 還可以再做這種 我才認為發包合理 所以我今天講的 真的很有道理 要補罪他 那你可以改個方式 不要做平面 你做高價 火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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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錢 那是錢 這是我們的平面 沒有那個錢 沒有那個錢 九百九百 就把他錢拿 你做過你們 改版 會長 這樣好不好 我們 我們也謝謝 因為 還有 這樣的話 大哥 每個意見都很重要 如果還有 要需要跟那個 如果要需要 要跟那個 火焰集 我們再留下來的話 我們今天 大家部長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我跟這名字 我姐夫 那還差不多 謝謝 謝謝